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姐姐 謝謝姐姐 甚麼時候還 來, 大家吃糖水吧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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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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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福, 廚房還有沒有 幹甚麼?不能說話 我老婆只准我一天 跟她說三句話而已 今天Cook太太用了 對不起, 舅舅 好, 虎落平陽避犬欺是吧 好, 繼續給我面子看吧 難怪你這麼不爭氣嗎 男人之中, 你也算是 最笨最笨的那一隻 哪有人說 插進同一個桶子裡的 不是說容易多事 其實那個女人 真是不是好人, 阿財 沒有了, 你們相信我 我甩了那個女人很久了 車, 難道你的女兒 會弄你嗎 今天早上奶奶 只聽她嫂子的壞事 那個壞女兒說謊的 連我也滾了 其實我也相信阿財 不會這麼沒血性 我還相信那個女人的 但是維維為甚麼會說謊呢 她...大家都喜歡說謊的了 真是的 似乎你們倆父子 又笑了我覺得 我覺得這輩子是女兒說謊的 那些話就跟家嫂說一聲 清清楚了就沒事了 老爸, 維維是十六七歲 不是樂樂佩佩 說謊說得隨口說 看甚麼時候說出來的 現在你年輕女兒真是不教人 不知道她怎麼想 安仔, 你最接近阿維維的階層了 你怎麼看 我跟她不太熟了 不過看她貪惡識石 亂花錢之外也沒甚麼缺點 沒理由的 她小時候是媽媽照顧的 她那時候也像小公主那樣 糟了一轉手 給她的半堂花老母照顧 照顧她變成型了 那倒是呀 還要去到加拿大那麼遠 更加沒有王館 別說我這麼多負責任才行 她那邊有個監護人的 那個監護人 如果離開學校十萬八千里 有甚麼事就簽個紙遙控那一隻 阿君去寄宿 我也認識一個星期去探望她一次 正想去山高皇帝院 你也不知道她簽了甚麼人 老婆, 抓那個臭女兒回來 審一下她才行 如果她這麼容易告訴你 就不用說謊了 不過我們這次 加上了幾百歲人 難道這樣也罵不過一個小女兒 那隻黃虎… 麻煩, 我們人齊了 舅母, 雖然是姐夫請喝茶 你不是想叫一整村人來吧 是呀, 你不是在等舅夫仔嗎 不是呀, 誰在等她呢 我給大姑娘面子而已 大姑娘昨天說了很多好說話 維維呢 我維維在雜誌攤選雜誌 你知道她很喜歡讀書的嘛 我們真是來齊了, 沒人來的了 阿丙和阿福就要去店舖 阿凱和蓉姨去看看阿君 阿嘉今天突然說想喝西茶 老爸當然要做跟德先生了 你記得提醒我 待會兒要買雙風藥 行了 家裡有人病了 不是靠…不是, 老台的台獎 他爛了嗎 雙風呀, 腰骨尺 有份禮頸, 我們沒理他呀 一個人做錯事, 當然要捱一下 不過呢, 雙風只是吃西藥不行的 不夠的, 要看中醫才撕掉他 你們究竟是誰呀 舅母呀, 你這麼緊張 一定不會是舅父的 不是呀, 怎麼會是他呀 謝謝你, 等一會兒 舅母呀, 有人找你 找我呀 老婆呀, 你聽我解釋呀 我怎麼會愚蠢得 踩到小紅的桶子 你別相信維維, 她全身謊話呀 這也是你自己的 你喜歡踩到哪兒 關我甚麼事 我女兒維維很乖的 她不會說謊話的 喂? 我不想再跟你說話 你沒有一句真話的 我真的沒再見小紅的 各位, 早安 維維 各位, 沒甚麼事這麼久 高了很多 我說她現在 比我年輕的時候還漂亮 妹妹呀, 昨天你長大過女兒 爹地媽媽送你去買個讀書 好不好 好 各位, 你買這麼多雜誌呀 太多了 這麼多本都不知道看哪本好 就全部都買好了 你們吃光了 我想你們也不介意等我吧 今天吃瑤串粥好呀 還是鮑魚雞粥好呢 表姐夫 你也吃這隻煙嗎 是呀 我覺得辣一點而已 維維, 甚麼時候學會吃煙的 都很久了 我只是玩玩而已 我的同學沒吃得更厲害 我吃煙也是想著溫習提神而已 又可以減肥 不過你嚇壞我們呀, 維維 現在我少了壓力了 所以我也沒吃了 是呀, 維維呢 讀書的成績一向很好 所以壓力就很大 我以前我也吃的 不過我說戒就戒掉了 是呀 是呀, 姐夫 你又說這次來請喝茶 想問維維讀書那些東西 來, 你們送我佩佩過去嘛, 是不是 不用了, 不用了 佩佩還是小了, 遲一點吧 是呀, 想起來在香港讀書不錯 女兒這麼黏我 還是不要送她過去了 是呀… 安仔, 蓋帽也順了你的眼光 那不如一會兒你陪我 跟維維一起買些魚絲吧 我下星期送她回加拿大的 一會兒呢 那你跟爸爸還沒好嗎 大人的事 你小孩子千萬不要管 你記住呀, 回去好地讀書 知道嗎 阿扣, 阿扣, 待會兒下午 我要跟同事來騎單車 我想我今天也買了一杯魚絲 我下去行不行 反正沒甚麼性格 跟個個都合起來了 那姑媽和媽媽去就行了, 好嗎 隨便吧 媽媽, 又是你說要來的 現在連一分鐘的熱度都沒有 好悶呀 那你怎麼每天都對著這種人呢 你頂不頂得順了, 不如辭職了 你真是說法, 你真是三年一代 你的想法這麼有壞雞 你說我壞雞嗎 你看那個Helen還不乖 這麼久都來騎單車 你怎麼這麼大聲呢 你真是說不定了 你別過去呀 你過去我死定了 怎麼了 你以為我不能過去呀 你們這群人踩到這個肥女兒 看東西呀 原來你看得那麼一格呀 好像不如你不要叫你秀麗了 你看看你呀, 又不秀又不勵 怕死人了, 你知道嗎? 被人踩多一點, 撞一撞 整個招牌, 因為我身賣很貴 你真糟糕了 沒有牌子, 你看你的衣服 有幾文字母倒轉了 泰國做的也不是法國做 不過難怪你又被人騙了 做得這麼死刺人 我也差點看漏眼 坦白說, 我也不喜歡你這個牌子 你真糟糕, 不用Helen就對了 汪仔 對不起, Helen 我對她不太熟 幸好是你舅父的女兒 如果是你女朋友就慘了 她的鬼女兒性格是這樣的 幸好她回不上年紀 有女兒有事與有個妹妹 要不然, 真的我怕我會殺了她 老來加價 對不起, Helen 說人壞話, 不用走開說的 小姐姐, 你又去哪兒了 你的同事實在太悶了 所以我今天已經想有人喝酒了 你怎麼知道找到過個小姐 別這麼說, 一起去吧 你那年來喝酒了嗎 好, 那你幫我跟媽媽說 我去了你的同事去唱歌 不知道甚麼時候 你怎麼逼我去呢 做我的波提駕? 你撿到了, 再見 再見 陳太太 老太太, 你真的買東西嗎 你怎麼這麼巧 女兒挺好嘛 好, 你有心 我的大姑娘, 明天都認識的 是的… 買了甚麼? 買給你們的女兒吧 是呀, 玉蓉大減價 我買了一些給玉蓉 買給你女兒?新加坡要做玉蓉嗎 新加坡? 你女兒已經轉到新加坡讀書了 一年前在加拿大退學了 我女兒告訴我 退了學? 那Mrs. Robinson究竟在哪兒才行 她是我女兒玉蓉的家務人 怎可以只收到玉蓉的信件 簽個名字才行 我是那個女兒學生的媽媽 怎麼樣... 沒人知道玉蓉到底退了學沒有? 這麼失敗也有 歐伯今天說 她那邊簽了很多卡數 一個月僅僅二、三千元加紙 那不是比我們兩個人的薪金更厲害嗎 你怎麼可以給女兒 花這麼多錢才行 我怎麼知道 我花五千元也要你簽名 回頭問我 難怪這個臭女兒這麼大勢 對了, 水喉長開長有 你說女兒像你嘛, 花錢沒有概念嘛 我說女兒像你嘛, 說謊就當吃生菜 好了好了, 你們兩個別吵了 我們把事情查清楚才說好不好 我覺得不太合理 維威的訊息回來的成績單 全部都有一些黑鞭鞭 好像是貼過Label 又改過又拍過 怎麼會這樣呢 這種事沒問題 我小時候 隨時都會出賣了 所以就像你那樣沒用了 還被我打得開花 不行, 維威回來 我一定要問清楚他 如果他不說就打到他說為止 打不行的 現在的弟弟子 自尊心這麼強, 打他 不是, 不能打的 動他就飛了去, 不知道在哪兒找 難道要他自生自滅嗎 所以說你們給女兒太多自由了 有時候古老的方法 有古老的方法好的 那倒是呀 教小孩子要給他 適當的自由度才行 不是說每樣都要給他最好 而是給他剛剛好就行了 難怪你爸爸 為甚麼你這麼就著我們來養 當然啦, 要不然他 怎麼會教你們一個月這麼生性 現在維威這個年紀很危險的 一下子看不到 他就一輩子了 來呀, 喝一杯 喝少一點 你放心吧, 我這麼喝得了 你真是不要抹兩抹, 真是 為甚麼這些男孩子這麼失敗呢 你沒甚麼 沒甚麼, 看一看 你也挺英俊的 喝點喝酒好 要不然很容易被女孩子欺騙 我是被你欺騙自己喝得這麼晚 你們朋友都走了 來吧, 喝一杯 剛才你喝了兩杯也別喝了 你別這麼孤寒 你這樣沒有女孩子喜歡你了 關你甚麼事 你在那邊經常喝酒 難道這樣有關你的事嗎 那你要知道 你表妹我比較好朋友 那我喜歡的就請請全部人喝了 Water, 謝謝你 行了…香港流行PYOC, 行了 說甚麼?PYO哪有 你怎麼說 你當好像在香港那裡 不敢 PYOC就是給你自己的帳 你爸爸媽媽的錢很辛苦, 知道嗎 好…我知道… 別那麼悶了, 警察 警察 我叫Joe, 剛才從東京回來的 現在正在幫一般日本雜誌上的照片 你有沒有興趣呢 寫真嗎?我剛才剛才看的 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幾本大座看吧 真不好意思, 剛才丟到酒店了 但是你的外套也很濕 是嗎? 但是Shoppy的想法也是我男朋友的商品 剛才發男人寫真 對不起, 下次吧 好啊 不要走 你呢, 在東京來的河 那你就很少來這間酒店了 你知道嗎, 現在又買了送一家 不過是Jill 你真好, 我一定認不住你的 謝謝 小姐, 我真的不夠你玩 我還沒想死 你別這麼害怕 小妹給人家的經驗多一點點 走的小姐就快一點點 不要連死都快一點點就行了 對不起 你看, 媽媽好笑 維維, 你在那邊認不認識我叫Mr. Wong 不認識 不是呀, 他去年移民加拿大 在你的學校教的 那個高地有兩片鬍子 是呀… 你說那個飛機頭是Mr. Wong是嗎 我們經常叫他飛機頭 那時候呢, 我已經忘了他姓王 你有沒有說謊呀, 女兒 當然沒有啦, 媽媽 我不是喜歡說謊的人 你以為好像爸爸那麼有事嗎 維維, 我訂了下個星期的機票 這次我陪你回去 不用了, 爸爸,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媽媽, 那邊那些鬼妹很開放的 你沒有給爸爸機會而已 媽媽會做的了 這次媽媽會親自陪你過去 我也不想見你爸爸那麼多 不要呀, 媽媽 你現在是屬於高齡產婦來的 飛來飛去那麼辛苦 況且呢, 爸爸也不讓你過去了 你一定要回加拿大 要是你媽媽陪你, 要是我陪你 媽媽呀, 其實呢, 我無非也是想 看見你和爸爸真真正正好回來 我才放心回去而已 最糟了, 我不放心你 你怎麼不放心 我去那邊還碟 我去那邊還碟 對了, 我陪你一起去 爸爸, 媽媽, 稍後再說吧 走吧…去吧 維維呢? 你在哪兒? 謝謝你 我看見你怎麼辦 我怎麼還女兒給別人 你今天不會當心老了嗎 家裡好吃好絕 有這麼多人疼我 我怎麼這麼親不回來 這碟租就行了 要怎麼每天都買呀, 傻丫頭 租哪有親切這樣的 這麼多人都碟過了 買又不是很貴 我的錢呢 剩下一千六百塊錢 錢加得不可以 我明明銀行不是有二千塊的 小姐, 你的卡已經取消了 老婆, 怎麼了?這次叫你出事 沒有呀, 用一千六塊幫她買影碟 你說是不是出事了 不知道要不要還錢 她現在任性到死了 如果她和我女兒, 我真的會黏著她 吃飯了, 吃飯了, 別說話 吃飯了, 吃飯了 你很喜歡吃的, 維維 今晚這麼漂亮, 來, 和爺爺喝一杯 你現在氣誰 你現在發甚麼脾氣 全家人都遷就你了 你們根本沒有對我好的 總之不回來了 為甚麼你這麼沒大沒小的 你怎麼說話橫歹的 對了, 維維, 其實全家人都很疼你 你這麼說話, 令人家很傷心 你知道嗎? 為甚麼還給人家看見面 早知道有你那邊做妃女 每天都是你了 出了甚麼事, 叫我女兒回來哭哭 我女兒回來你不用管 好了, 你們別吵了 你這麼吵白, 誰都不想回來 對了, 你們自己說話都好像吵架 那怎麼教女兒呢 現在爹爺和媽媽有甚麼對你不好 不好的東西我們都不買給你 錢是給你花的 為甚麼你這麼不生性的, 女兒 媽媽, 那你為甚麼切我的附屬卡 還有, 你為甚麼拿錢包的錢 那你上次夠偷了媽媽的錢包那一千塊 這叫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 你知不知道 不問自取, 師為賊也 那個加拿大讀書是你們逼我去 不是我自己說要去的 那個手提電話是你們給我開的 不是我自己說要的 幹甚麼?你們沒有資格教我 你們連自己也不會教自己 怎麼可以這樣跟媽媽說話呢 怎麼不可以呢 有理由就不得了 幹甚麼, 現在你家裡沒有人權 沒有自由, 甚麼都沒有了 媽媽不認識你的事 可是我就知道你一回來這樣亂罵人 你就是不孝 現在的小孩子動作說人權, 說自由 你知不知道要自由 必須要先治才行的 維維, 你口乖心乖乖沒用的 現在在花家錢你也說的 將來你賺錢回來是不是要劏人 關你甚麼事 跟你很熟嗎 我也是剛才認識你這個爺爺的 嘗試再說一次 坐下... 維維, 你是不是一年前已經退學了 你是不是一直騙著我 你快說給我聽 又怎麼樣?你們會理我嗎 維維, 我們每個人都很關心你的 為甚麼你有話不跟我們說呢 有甚麼好說呢 我已經成年沒有讀書了 我在加拿大到處玩 夜行公司, 在公園裡唱歌 在室圍裡扮黑衣, 真是好玩 你這臭女子 幹甚麼?你有沒有動手 你全正好嗎?你不是一旦爆了政經 其實在上面包了兒子 活該你被小紅騙了錢的 糟了 你打我 維維, 維維 維維... 維維... 維維 我的車 維維怎麼會開車的 她好像沒有車牌的 我看見她的 她怎麼會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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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就算了, 又學叉燒餅的 放在他老豆款上, 動手動腳 說你呀, 其實蓋了一包好閒 給他舊錢你不記得了嗎 你對阿倩, 撕到我都可以開花 你真是懂得找時間來贈慶 現在外面在打魚, 你是你的孫女 你知不知道害怕的 你看看阿倩現在不開心了 那還說話嚇她呀, 打開報紙 報紙每天都賣 多少少女離家村失蹤 姑爺, 你不是說話在這裡嚇人嗎 不, 我先把香味搬喝盧薩了 幸好我們樂樂是兒子 如果是女兒就很害怕 糟了, 不知道蓓蓓會去哪兒 太大雨了, 有錢了, 太厲害了 你見不見得到蓓蓓 見不見得到, 阿倩, 找不到 好呀, 太大雨了 你們有沒有到處去找找 電車路那邊有沒有看一看 找過了, 沒人了 沒有呀, 見不見了 你們別走 怎麼你們的鞋子都沒有濕 你幫你們不是只站在騎樓底 在衣裝就走上來嗎 不是呀, 媽, 我們不是不想找 不過外面很大雨嘛 是呀 蒙蒙茶茶甚麼都見不見 是呀, 她的鞋子都走了 老是走得很遠的, 哪兒找到的 是呀 你們有沒有想想 蓓蓓的身上沒有錢的 鞋子又沒有車牌, 這樣很危險的嘛 不用你們了 你看你們幾個真是沒甚麼用 阿倩, 等我, 一起 糟了, 幾度婆婆不適 你們猜不到阿倩這麼大的反應嘛 是呀, 真是不明白的, 這麼大的脾氣 甚麼不明白 阿倩一向都是很緊很疼阿維蕊的嘛 知道了, 那個小女兒不知道 現在她長大了就是這麼生氣 她小時候很聽阿倩的話的 說起來, 阿倩都算是阿維蕊半個媽媽 你不是不知道你們的阿蓮帽 正是半個小女兒 維蕊小時候發燒就 她就怕得手忙腳亂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好了, 她看見你媽媽的樣子都肥肥白白 那你說她不來找阿倩, 找誰呢 乖乖, 乖乖 大姑娘, 你還沒婚呀 你欺負一會兒, 讓我抽壞吧 行呀, 她還在發燒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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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扭意 你抱她, 她又會欺負你大哭一場 是呀, 真是很頑皮的 大姑娘, 我真是很沒用的 連照個寶寶也不會照顧 你知道, 她一瓶麵粉那樣軟奶奶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抱她才能保得她舒服 你真是好, 大姑娘 你照四個也能照顧得好 我沒有這一個也不能照顧 但是這個女兒來不常照顧 不知道為甚麼, 整天病, 整天發燒 對呀, 我被她哭得我心都亂了 你知道, 我不知道她哪兒痛 哪兒不舒服, 她又不懂得說話 對呀, 寶寶是這樣的 乖乖乖 唯有希望她長大了, 不要這樣 維維, 維維, 你不要乖乖 你們長大了, 要甚麼都要告訴媽媽 你知道嗎, 你不要被媽媽擔心 我看媽媽不會扶你 先生, 你到底想去哪兒呢 我看你繞了很多圈 有路你就走吧, 你別管那麼多 幫我附近再繞一繞, 麻煩你 阿財, 找到那個女兒沒有 還沒找到 不如讓我到街上幫你搜尋, 好嗎 你別到街上走, 到處走 你自己等電話, 女兒可能打電話回來的 我到處找找找, 你別擔心我們 好嗎, 再見 原來你想找那個女兒吧 你還說話吧 又怎麼樣 我要帶你去哪兒找的 哪兒要到處走 那兒要到處走 停車…謝謝 好, 還有另一個嗎 是呀 你開車來吧 我乘的士來的 我乘的士來的 這麼便宜的, 車也沒有 先喝錢, 借著把他來吧 看甚麼呢 一百塊錢, 這麼多門借 最多我吃得太便宜了 我把小事送你去吃, 然後他吃一配品 大家當道朋友吧 你怎麼搞的 你不知醜的嗎 你現在多歲了 我只有你老爸, 還在做朋友 哪一位女孩子在家上去洗澡 你沒有家裡的嗎 你沒有老爸、老妹的嗎 你老爸、老妹不想念你的嗎 你不用讀書的, 不用上學的 你回答我 你說, 你回答我 老婆, 為甚麼你不說話, 你說吧 肥佬, 我等你這間癡完才了 不用你幫你打過車子 訂定個位置 現在的女孩子 老婆, 你這麼晚站在這裡 幹甚麼 老婆, 我叫你上去等電話 是不是 維維也沒打過電話回來 你見不見維維 現在維維也不知道怎麼見 老婆, 你別這麼擔心 女兒這麼大, 她沒事的 我要在這裡等她 我怕她回到家門口 不敢回到家 老婆, 不要了, 現在下雨思濕 你戴著肚子很容易打傷的 那你先上去, 這裡等我等 怎麼這麼生氣 你發燒了, 不行, 我先幫她看醫生 來 姐姐, 姐夫 余, 你沒事吧 她沒事, 冷靜點, 有點燒而已 大姑娘, 你見不見維維 她有沒有打電話回來 沒有, 我們到街上找過她也不見 糟了, 那個傻丫頭去哪兒才行 她不懂香港的路 現在外面又下大雨 她又不知道會不會開車 她身上又沒錢 糟了, 車子也不知道有沒有油 不要擔心太多了, 我想沒事的 對了, 現在最重要是顧著自己的身體 我想她只是小女兒 鬥氣走開走而已 應該很快就回來了 是呀 你... 怎麼樣? 姐姐, 她這樣吐, 很辛苦, 我沒事的 沒事的, 女兒是這樣的 她是第二胎了, 你看她多有經驗 自己戴上紙袋 不過我的心, 如果是想要的小孩 疼的小孩哥呢 大妻子就不會覺得辛苦了 小兒子真是不辛苦 最辛苦是怎麼去教她 我根本不懂得教小孩的 茹茹, 別這樣了 這個寶寶, 我真是不想要了 我根本不配做人家的媽媽 我連做人家的老婆也不懂 我怎麼會做人家的老婆呢 我不要那個寶寶了 老婆, 你別這樣說了 還是我壞了, 我不懂教維偉 還是我壞了 好了...你們兩個罵自己 幹甚麼?沒用的 一個家庭最重要是 兩夫妻要同心合力 這樣才可以維持的 姐姐, 你有眼睛看的 我們兩個都很疼維偉的 我始終想不到一個好方法 怎麼教維偉 疼自己的小孩, 要教好他們 不是說給錢, 給自由就行了 要給點耐性 教女兒不是教一天, 要教一輩子的 維偉不知道甚麼時候 才肯回家 她不知道甚麼時候 才在外面玩過 我看她現在也未必在外面玩 其實這個小孩也很有性的 說不定現在 她的心也很難過 她的片段 有此事 有此事 我把她想走 我把它找給錢 我一把一把子吃掉 我一把一把腦子吃掉 你還要一把東西吃掉 你還要一把一個小孩 心想不到 不如你一把... 你都給我一把男子吃掉 我找了表哥的, 他在這兒 誰是你表哥 你不是吧, 你是不是有甚麼病 你不知道我說甚麼 我找你, 安, Andy Lee 你知道了吧 你找安仔, 他出去見客還沒回來 見客?他也認得應酬嗎 那他甚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你喜歡的就在這兒等他 要不要這麼酷 肥妹 好… 肥妹, 你知道安Dee坐在哪兒 肥妹, 我只是想問你 安Dee坐在哪兒 我很累, 想等他 不好意思, 等等 小姐, 你表哥的桌子就在那兒 請你快點跟我走開這張桌子 我們正在開工, 做事很忙的 不要阻礙我們 是呀 好厲害嗎 是 安仔, 你剛才收到的表妹來找過你 剛剛走了 是嗎?他有沒有說甚麼可信 沒有, 幫羅隊張照著你的桌子 謝謝 江湖舊急, 暫藉一千大院 是呀 你現在才回公司的 你不是穿成這樣應酬嗎 你連西裝也不用穿了 昨晚去哪裡 怎麼連電話都不回家 你叫他們安靜一點, 我沒事的 我自己會搞定的 你有沒有看到呢, 我給你一個治療 我在你的櫃子一千塊 稍後還給你 他想來找我, 只會借錢 你有沒有怪住家裡的 你沒想問家裡人的情況嗎 問又怎麼樣 又不是這樣 我沒想到這麼快就回家了 你去哪兒, 還不回家 我們全家人都很擔心你, 你知道嗎 你媽媽在等你, 被兇出去病了 你還不看她 你們不要用舊子來騙我 你以為我更小嗎 那媽媽病了怎麼辦 我又不是醫生, 回去也沒用了 我想媽媽那些都是大婆婆病 偶下沒事的了 避酒, 跟我回家 放手, 不回家了 我不放了 我都擔心你, 你回去吧, 好不好 是呀, 讓我回去給你們了, 好嗎 好難呀, 你那個人這麼笨 我兒子表哥, 我警告你也要放手 你跟著回去, 好不好 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叫女兒子 你不想衝我才知道錯 我也沒有錯, 我知道甚麼錯 你先放手 你回去吧, 你別管人的頸子 你真的好痛 我告訴你 我練得你電話沒話也不會聽 我怎麼要聽你說 你放手 你這麼怕, 為甚麼不見本場不留下女兒 你這麼厲害 是不是拿副官來給我敲開一份 你怎麼回去 不回去, 你不放手 你再不放手, 我叫非禮 你弄得我會死痛, 走吧 活該你死了, 看你以後敢逼我回家 老婆 安仔, 怎麼會這樣 你有甚麼理由抓不住圍圍的 你是男子, 你帶你過他的 對腳長過他的 有甚麼理由抓不到他 那他叫非禮 叫非禮就能叫他 你怕警察會抓你去坐牢嗎 那倒是 而且他在你面前叫非禮 也比他一個女兒走出去 萬一他今晚半夜 在外面真的遇到一個色狼的時候 他就真的要叫非禮了 小姐 你別說得這麼恐怖, 好不好 你小姐說得對 現在的色狼小女兒都不放過 好嗎, 維維 年輕人, 臉皮這麼薄, 有甚麼用 我不是不想追 但我受傷, 我怎麼追 其實這件事, 看你自己有沒有心 如果是有心的 你死了也能追到, 是不是 不是, 追女兒又不見你是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當她是你表妹 我告訴你 如果你表妹有甚麼事, 我為你示文 我為你示文 安仔, 還好痛嗎 這次這種傷 真的找甚麼水都洗不清了 來吧, 讓我替你塗折疼藥 好過你一個人拿著口臉 坐在那裡痛一整晚吧 比起你是我, 最近被人踩 多不適 比起你也會痛得出不了聲 你是男孩子, 這麼小器嗎 那我沒錯嘛, 最近被人屈發 不過算了, 媽媽, 你還是不明白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剛才被人罵的我又不是你 你說得對, 就是這句話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你明不明白 舅父舅母現在不見那個 不是一隻小貓 他們不見了一個女兒 依我說, 他們已經算是好脾氣了 你比起我 你明框見到他, 你也不抓他回來 我說真的拿叉燒刀追你幾條街 那我不是算幸運 只會被人罵, 叉燒刀還沒出 你還說得笑 去哪兒找回惟惟呢 不過惟惟這麼好性 我真是怕他有事 受了傷再也會好回來 女大十八變 聖喜, 有個地方呢 或許惟惟會去的 女兒 美女 怎麼這麼奇特 一個人下來喝酒這麼悶 想貼買一條馬仔跟著你 飛走了嗎 可是你被人飛了 就算飛不飛也不關你們的事 也沒有你們的份 是嗎?不是吧 你一個人下來喝酒為甚麼 就想叫我們 是呀 是不是想找個拍照呢 是呀, 你也不怕拍 我反而很隨便, 沒所謂的 不過呢, 我想你們不如省點票 就回來和你們切件車頭上了 不用再說 謝謝, 謝謝 你拍照而已 別走那麼快 別走 喂... 說話吧, 你有沒有壞鬼 壞鬼, 是不是你 你跟媽媽說一句話 說話吧 打回來而已 給我聽... 喂...你爹地 你現在在哪裡 你快點回來 喂喂, 你回來了 媽媽不要掛著你 你出聲吧, 喂喂 喂喂 女兒 女兒... 是不是不捨得走 看見我們英俊 是呀 快點, 謝謝你們 你去哪裡 關你甚麼事 喂... 喂, 你不是想要回家嗎 你們這些老泥妹到我家回來的嗎 死了, 不管你呀 你說甚麼 你說話小心點 我不准你說家人 說甚麼 你幹甚麼 你死了 快點追她 喂喂 走 走 走, 走去哪兒 走 上車再說 還上車走 給你試試看, 請你回家快點 我說, 當人再來上車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想回家, 是要上車 怎麼樣 看不著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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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